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发觉去到764做一个调整 刚刚去到52元回落 昨天本来最低都是41 刚刚去到618 你猜到昨天星期四又怎样 看金的走势大家更加清楚 结果是什么 你发觉真是穿完382之后 下一个目标去到多少 当然大家看到金的小时度 金跌了下去 最低刚刚去到1334 0.5 当然我记得每次一说这些位置 我都会告诉大家 我就不会很理会0.5 其实一直都是说这句话 因为其实我们做分析 你一定要去找一些帮到你看到过市的东西 尽量找一些比较适合的东西 即是找了你懂的那些 即是说你知道这个答案是比较肯定一点 你找了这些 然后再去理解一些你没办法理解的问题 可能很多人觉得很有趣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有太多东西你不懂 包括我都是 你有很多东西不懂 但你懂的东西可能相对较少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应该找了你先知道的东西 然后再拿着知道的东西 慢慢去推敲 就会看得更多 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 即是说 如果在黄金比率里面 我对于0.5是觉得没什么作用的意思就是 刚刚一半 又不是升又不是跌 那是什么呢 激不得已之下 都不会特意拿0.5作为自己参考 但是会观察 现在大家又看到 去到昨天为止 你看到金的确是跟着我们所说的这个回吐比率去行 又带了什么答案给大家 所以你发觉如果它弹上来去到764 去做调整是对的 但现在又怎样看呢 如果说策略 看昨天的建议 其实昨天就 给了四个建议 就57沟67沟 41买 35买 35买的应该买到 就是这个日落 但是 为什么又会建议买呢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它去到764回头 就是说它会调整 但现在又回了一定的数量 我应该买呢 要看这边 我们又跌 转看升 这边就看升 那边就看跌 刚刚就是这么巧 原来 这个的764 是等于这边的 320 这个我不懂得说 所以有些人想告诉大家 这个不是我准是金准 我拿开那条线大家就会看到 原来 1333 就是这个升势的320 所以就在那里拿 所以 会这样算 去到这些位置就会博买 我经常都说 强弱分界就会用320 我说如果强弱分界就会用320 碎势 当然 不要跌到0.5 就是中间无形两可 最多回到320 所以 如果跟走势计算 今天可能会建议大家在这些位置买 但 这个价格应该是这里 大约是 1334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接近这个位置 我都会试买 买回 但 握不过 他立即上回 764 上回52 可能是逐级看 又会看41 但我觉得是有机会穿52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今天的节目才做到这里